大家好,我是加拿大EDM的妮娜 今天要来跟你们解说 打工游学常见的六大问题 第一,打工游学,co-op,是什么? 打工游学可以分为6加6,8加8,12加12等不同时长 我们以6加6来说,也就是 前6个月在校读书,后6个月企业实习,以此类推 然而读书期间,可以校外打工每周20小时 企业实习期间,每周则可以工作40小时 第二,谁具有资格申请打工游学呢? 申请者需要拥有高中以上学历,以及英文程度中等,约雅思4.5分以上 当然同学也可以透过免雅思方式入学 更多免雅思入学方式,欢迎透过资讯栏的联络方式咨询我们 第三,打工游学适合什么学生申请? 打工游学适合预算不高,想加强英文能力,拥有国外工作经验并想体验加拿大生活的人 你是不是也曾经有游学的梦想? 加拿大打工游学很适合给你来体验海外读书以及工作的生活 第四,打工游学有哪些课程可以选择? 一般常见为,观光修器管理,办店酒店管理,商业相关管理以及客户服务管理 然而这几年也因为科技的迅速发展,很多学校都新增很多,数位相关课程 例如,网路行销,网页设计或是网路安全课程 第五,多伦多和温哥华有哪些学校呢? 东岸多伦多为,ILAC国际学院,多伦多管理学院,以及Gracetone学院最为热门 西岸温哥华为,ILAC国际学院,温西学院以及加拿大大通国际学院最为热门 第六,打工游学结束后,获得什么样的宝贵经验? 一,语言的能力进步,不仅只是增强日常对话的能力,也会学习到课程的专业词汇 二,求职竞争力提升,未来无论是想待在加拿大,亦或者想回台湾就职 这项学经历绝对会让你的求职履历更丰富,提升竞争力 三,拓展世界文化观,加拿大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多元文化的国家 丰富的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提升世界观和学习不同的文化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加拿大打工游学的细节吗? 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进一步咨询加拿大ADM的顾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